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免 免得 省得 怎么样 最后 不 什么 什么 不 什么 什么 一共五个句型 每个句型两到三个例句 我们先看 又 什么 什么 又 什么 什么 在这里是两个分句在一起 它表示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又 在同一个句子里 表示同时存在两种情况或者状态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它又会写诗 又会写小说 满满的才华 让人羡慕 这个它会写小说 会写诗 又后面的内容是可以互相换的 我们可以把又会写小说放在前面 两个分句同等重要 第二个例句 考试结束了 大家又是唱 又是跳 高兴极了 同样 又是唱 又是跳 表明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 都是非常高兴的表现 这个句型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看下一个 也 什么什么 也 什么什么 它们也表示同时存在的情况和状态 和 又 什么什么 又 不同的是呢 它们主语不同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屋里也热 外面也热 到哪里都热 我们去游泳吧 在这个句子里 也热 也热 前面是不同的主语 一个是说屋里 另外一个是说外面 所以 也 什么什么 也 什么什么 在句子里呢 它表示两个不同的主语 这个计划 它们组也不同意 我们组也不同意 不能实施 同样 它们组和我们组 是不同的主语 都表示不同意 所以呢 结果就是 计划不能实施 第三个例句 火锅也不行 烤肉也不行 你到底想吃什么呢 这两个同时存在的状况呢 就是火锅和烤肉 不同的主语 都不行 所以 不知道你到底要吃什么 下一个句型 什么什么 好 怎么怎么样 这个也许你没有听说过 但是 也是我们口语会用的 我们来看 它表示的是 前面是采取行动 后面 好表达的是目的 比如说 你们尽快把数据交给我 我好写报告 把数据给我是要做的行为 目的是什么呢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写报告了 好 后面的目的是积极的 再看一个句子 有了消息 赶快告诉我 我好通知他们 一个好字 就表达了一个目的 那就是 我会告诉他们的 请注意 这个好的用法 在口语里常用的 下一个句型 也是实现目的的 不过和这个好不同 我们来看 什么什么之后呢 以免 免得 省得 它也表示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目的呢 是避免事情发生 同样前面是行动 后面的目的呢 是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它是消极意义的 我们体会一下 第一个例句 到了就给家里打电话 以免我们担心 你到了地方之后呢 就给电话家里 这就是你要做的动作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以免后面是不想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担心 所以 以免后面是说消极的 一个事情不要发生 出发前 把汽车检修下吧 免得路上出问题 把汽车检修 就是希望你采取的行为 避免后面的事情就是发生问题 这三个词 以免免得 免得省得是通用的 请再看一个例子 晚上凉 多穿点衣服吧 省得感冒 希望你采取的行为 就是多穿点衣服 避免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感冒 所以 省得感冒 就是多穿衣服的目的 不要感冒 如果需要多点时间 理解这个句型 请再翻回去看看 例句一二和三 最后 我们要学的是 不什么什么 不什么什么 它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 这是一个非常简洁的表达 可以说是紧缩的表达 完整的表达就是 如果不怎么怎么样 就不怎么怎么样 是一个条件句 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不想说就不说 没有人能强迫你 在这里 不想说就不说 我们可以理解为 如果你不想说 就不说好了 没有人能强迫你 在口语里呢 可以简洁地表达 把它紧缩一下 那就是不 什么什么不 不想说就不说 不想做就不做 再看一个例句 我们要适当晒晒太阳 不晒太阳 不健康 晒一点太阳 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不晒太阳 就不会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 维生素D 在这里呢 不晒太阳 不健康 也是一个紧缩的表达 在这一集里的句型 很多都是口语表达的 请你多体会体会 真正理解了 那就可以去表达了 好了 这一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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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